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女孩叫做的美甲 然后也玩过一段时间的摄影 因为我本科是学日语专业的 所以我也会经常看一些日漫 最爱好的是活泳忍者 这是我的终身至爱 就是想找一位合适的伴侣 比如说他要上进 有责任心 然后整个人比较正能量 然后三观一致 整个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在电视里面看到 绿正家人的感觉 然后非常知性 谈吐也非常地好 没有 过前了 那你给我讲一讲 就是我听说你是有一段 在北京的工作经历的 然后最后又选择回到咱们长春 因为我上学比较早 就是五岁就上小学了 然后所以本科毕业的时候 这个年纪比较小 是21还是22吧 然后对于个人职业 或者是未来想做什么 但是我母亲主教 希望我继续读研 但是我不知道要考什么样的研究生 我说我先工作几年 然后就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一段经历挺让我成长的 然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所以回来考的研 虽然女嘉宾在北京的工作成绩 也非常优异 但在对未来的规划上 她还是毅然地选择回到家乡 吉林 继续深造 特别棒啊 而且据我所知 你的本科学的是日语 对对对 然后在考研的时候 你有了一个新的规划 对 原来那个行业做知识产权 它也是也会用到法律的 也会用到法律的 所以回来读研究生的情况 就选择了这个法律的研究生 后来然后终于是考下了 你的这个资格证 然后成为了一名独立律师 对对对 特别了不起 没有没有没有 在工作的时候 是呈现出一种很严谨 很专业的状态 然后在做你自己的时候 又活色生香 有滋有味 特别棒 觉得应该这个样子 那现在男嘉宾已经到了 我带你去见见他 行 好 走 下面就是咱们广电员工 在午休的时候 可以锻炼身体的地方 然后男嘉宾就在下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叫秦春怡 今年34周岁 毕业于东北电影大学 现在在长存一家 适用单位做项目总监 我的兴趣爱好是喜欢 平时喜欢健身旅游 看书 自我标准是第一 情绪稳定 第二学历相当 第三三观相同 第四找得向稍微甜美一些 男嘉宾要求女方 本科以上学历 必须是双亲家庭 同时希望女生情绪稳定 为人本分踏实 女嘉宾也希望 找到一个本科以上学历 有稳定工作的男士 同时希望双方 要三观一致 性格合适 从男女嘉宾的 基本情况来看 两个人的爱情匹配指数 能够达到80% 我们可以近距离地 看一下男嘉宾 大概目前只是一个背影 男嘉宾此时此刻 正在挥汗如雨的一个状态 而且她特别喜欢健身 你初步印象怎么样 初步印象 可能个子稍微矮一些 和你想象当中 有一点点小差距 对 那一会儿我们再 近距离地看看正面 好的好的 然后看看演员 然后再聊一聊天 看看她 可以 好不好 走 好的 现在男女嘉宾 终于是见面了 那这样我们来做一个 自我介绍 来认识一下彼此吧 谁先来 好 你好 我叫熊春怡 你好 我叫赵月 好 终于见面了 那这样我们找一个地方 坐下来慢慢聊 好不好 好的 好 我先给您指出这一束画 哦 是吗 那你拿了呀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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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欣赏了 非常感谢 谢谢 特别好 这个礼仪特别好 我认为她特别成熟稳重 因为毕竟是 专业去学法学的 因为流传这句话嘛 找对象女生不能找法学女 找男朋友不能找理工男 而我恰巧就是个理工男 她就是个法学女 我想进一步了解 她的家庭的背景 人生的家庭的背景 还有她的学习的经历 如果说她方便的话 征求女嘉宾的意见 她可以给我 简单地查看她的情感经历 只有背影的时候 第一感觉不是说特别好 那个下来之后 然后看到就是 她的这个面孔之后 觉得还可以 还不错 印象就是演员基本过关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男嘉宾 还特意准备了一束花 这点我心里头挺开心的 我觉得男孩子的 基本礼仪还不错 因为作为女孩子嘛 肯定都希望这个 收到这样的这个 发输啊礼品之类的 这个对这个是印象分 加分比较好 男女嘉宾对双方的 第一印象都很不错 节目组希望把这样 融洽的气氛延续下去 于是决定让两个人 单独先聊聊 熟悉一下彼此的情况 你家救你一个孩子吗 对啊 你呢 我还有个弟弟 上学了吗 现在还是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吗 上学有影响没有 如果要上学的话 没影响 我就随便问问 因为正常喜欢有弟弟 我这个年龄 弟弟也都蛮大了 您特意停了一下上学 没 没什么太多 因为我之前 我对基本情况 应该明白吧 你说真实的想法就可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说你个人的想法 没有 我有一段 短暂的婚姻 其实好多原因 除了我俩三观 有点矛盾 也是因为两方的家庭原因 因为我第一点 我找女朋友 我是必须接受不了 那种单亲家庭 因为单亲家庭 能让人的性格 会过多的会明暗 明白吗 明白 明白你的意思 我这人说话比较直 因为我必须要 我要不为什么问你 一个家庭的原生情况 因为我跟我前妻的原因 其实我俩感情 正常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这好多原因 就是因为 他家舒服俩俩太多 好多事 就是看待的为人处事 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那你女朋友 是你自己相处的 自己处的 还是说就是 你俩是同学吗 不是同学 也是介绍的 也是介绍的 因为是介绍情况 肯定会把他家里的条件 就是应该是都说清楚了 你当时是接受的是吗 当时我不知道 后续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你没有 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 让你就是对这个 什么家庭环境 最起码我会 这个产生了 因为在我的想法当中 出于这样也好 生活也好 是两个人的事 跟家里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后来接触下来的时候 生活上就好多参加 我总结一句 是不是就是说 你因为受他的影响 让你对这个家庭 这个你这个说 家庭环境 是受他的 是受他家的影响 让我俩走不到一起去了 然后因为经历过他了之后 现在让你考虑到说 你要考虑这个家庭 这个因素了 对是吧 对是是是 对他那个 这个上一段婚姻的这个描述 我觉得他比如说 他就是说这个通过这段婚姻 说那个影响到了他现在的 就是对再择偶要求女方的家庭的 这个考虑 也对也不对 也对也不对 但是我希望感觉 他应该更开阔的去看一下 看待一下这个问题 男女嘉宾对双方的原生家庭 和曾经的经历上进行了交流 感觉双方此时都存在了一些顾虑 于是编导引导他们 对未来的生活 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就是你还对女孩子 说是想希望您未来的另一半 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特殊要求 或者是更具象化的要求 就是说我这个人 我觉得我是个很简单的人 我也不是那么太毫无不远的人 看演员 演员是一方面 那演员那肯定都年轻的时候 谁都每个女生都想找个王子 每个男生都想找个公主 找好看的 但是现在对于我这个年龄 可能说我在你面前 我说我多大 有点夸张 因为你凭我年长两岁 不要用年长 其实大家也算是同龄人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最起码 因为都老大不小的 都需要 那个 也不能说一辈子都担着 我妈现在就很吹我 尤其一看到亲亲的朋友 谁家孩子结婚了 一生孩子 就很着急很上火 并且今年 你看我今天来录制节目 我嘴是坏的 就是我母亲 就是不停地催我 因为家里确实有好多 亲朋友都结婚了 所以我也很着急 但是因为我 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你看你还好一些 你没有过就是婚事 你像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就是我可以 人生可以失败一次 但是你当你在失败的时候 那这个人的打击会很大的 没事 所以说 所以说我 那个是什么 虽然那个 我觉得你是离异过 但是我觉得 这可能并不代表是你失败 不用这么想 那你对女生的 就是工作性质 刚才家庭了 或者工作性质什么的 或者是其他的 外在条件等等 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就是说两人的宰起 你最怕相处得非常的舒服 因为这个东西 是个双向奔赴的事 我不想做田狗 我不想做得太卑微 懂吗 就是说两人 必须相处尊重 那个意思是之前 你那个 我没有卑微过 我没有卑微过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意思 我就想 人总得不卑不康地活着 因为你就是 一味着 把自己的 姿态摆得太低的话 就是一味着付出 这样的话 永远不懂得拒绝 别人另一方 他也不会尊重你 我就想产出这个意思 其他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今天谈话 我感觉最 就是稍微 我有点没放开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个比较擅长的人 但是我在他面前 突然间就觉得 说话得考虑一下了 就是说 因为他给我带来的 情绪价值 就是太过于理智 所以说我说话 我得小心一点 就是因为我本科毕业之后 我中间确实有一段时间 应该是六年多 我没有谈恋爱 服务员之后 然后接触过一个 但是后来发现 就相处的不到半年 我觉得他那个 我们三观 不是特别一致 分开之后 然后之前 有一段时间 也有过一个 也是笨那个 因为年纪现在比较大了 就是也倒是会年龙了 对吧 被人结婚剧了 对 然后是每个 其实每一个 我都是蛮认真的 然后那个 也是相处了一段时间 不到半年 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然后后来分手了 不太合适 你对女生的硬件条件 有没有什么要求 硬件 我都有 我不用 那你有什么 这段我可以说 有但能误不合吗 不是 你咱俩见了 他们会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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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用房子 就是刚才是这样 就是既然你说 你都有了 然后那个 我就肯定要问 你有什么 因为就是一个房子 一个车的问题 这样都有 都是全款的 对 然后我感觉 我没有什么负担 我最起码 我得这么说 我父母不会 给我带来什么 任何的负担 我爸我妈只会帮我 因为我要救我自己 对 他是90年的 其实比我小两岁 我觉得 其实应该算是同龄人 年龄差别 应该不算太大 但是呢 我感觉我俩的认知 然后还有很多 其他方面 好像不是特别匹配 男女嘉宾 经过一轮沟通之后 对彼此 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此时 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目前两个人的 爱情匹配指数 下降到70% 主持人决定 先简单调节一下 两个人的矛盾 并进行深入的沟通 就是刚才你们俩聊 然后男嘉宾也提到了 就是因为你嘉宾 有一个弟弟嘛 然后你可能比较在意 这一点是不是 因为这个上一段婚姻 在这块有一些小困惑 是吗 我俩的感情嘛 倒是没有什么 但是就是 最后没走到一起 完全就是因为 嫁妇的原因 就是再属于白了点 就是不定的那种 就像我们在影视剧里面 看到的 繁盛美的那个状态 对 可能就是 弟弟的彩礼 也得是姐姐出 弟弟买房子 姐姐也得出 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但是你说 是工作收入 在上面来讲 三多岁还可以 但是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我得有我的生活 我有我的父母 首先我觉得 男嘉宾考虑的这个问题 是观点是 我不赞同的 他的观点 我是不赞同的 但你要是说 问我个人 就是这个 怎么分配的问题 我弟弟 我当然愿意 全心全意分配 是这个问题的 那是我的弟弟 假如说 我们俩在一起 说他对我弟弟 应该怎么样 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我认为 而且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弟弟 也不需要我做什么 我觉得也可以 人家自己生活的也很好 可能也不太需要到 我的帮助 所以这个 我说的一个事 所以我这个认为 我刚才认为 就男嘉宾说这个问题 就是不是我认同的 好像比较 我认为是 比较骗面 有一点点偏颇了 是吧 骗面 或者是这样 我觉得他也考虑 如果有一个 考虑女方对象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有是哥哥姐姐弟弟等等 有我一号 不是读中自己 我觉得是应该 全局来看的 之前的那个前妻 是不上班 对 那个时候我收入很低 我起步工资 在我们新单位 就是四千块钱 然后我在不停地考证 因为男人 我是怎么想 得先谋生 再谋案 因为不可能 你去指着 自己的另一把 出去挣钱 所以说我得先 让我自己的女意 丰满一下 然后考证 然后并且 就是下班 工作不太忙吗 开车 送送车 垃圾 带一架 我都去做我 就是 就是我 那个时候 收入很低 然后就是想什么 我的收入一年 我的工资 我是一分钱 不能动 我都要攒下的 然后其他钱 都需要我干 副业去挣 然后就这样 就是我俩 就我自己上班 然后好在这家里 父母 对我帮助成大的 包括车 房 都是父母 互相一卖的 都不用考虑太多 那我明白了 那就是 你当时的这个情况 行际情况和 现在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并且 前妻也是不上班的 所以会觉得比较紧 前较紧 我想知道 像你这样一个 比较高知的律师 首先我们的这个 不高知 不高知 学位也是很高的 然后包括你自己的 学习能力也很强 那你对于家庭主妇 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家庭主妇这个事啊 我觉得我觉得 做家庭主妇挺好的 因为我 真的 你出人意料 是 出人意料 对 出人意料 这个我个人 我觉得家庭主妇挺好的 如果不是说 因为我妈妈 到处给我送到外面去 我一直在外面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 那样的女孩子 你待得住吗 那你之前那些学识 什么的都怎么办 但是我不觉得 这个我的学识 会影响到 那个 就是我 这个会浪费掉 对浪费 对我不觉得会浪费掉也好 会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方面 它都会发挥它的作用 然后 充盈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对 充盈到不仅到日常生活当中 我觉得 你的未来是多变的 然后我的学识 永远都都不会有浪费的地方 永远都不会有浪费的地方 那如果再有一段婚姻的话 你会希望你的另一半是家庭主妇吗 都会 都行啊 你是因为 我应该有 我不是听了他 其实他刚才说 说在回答 有点让我出人意料 我觉得也会 对吧 我也会 因为他的就是这个职业 好像应该是一种 愿意体验 市价风云的那种感觉 体验自我价值的那种 他是我学姐 我来一个学校的 然后 怎么说呢 我就是你可以去上班 上班就是为了 女生上班 就是为了不与外界脱轨 我自己营上班 倒是不是说 看多少的收入 那长期在家宅太闲的话 也不太好 至于说家庭主妇也行 就只能说就是说 明明需要买一个 香奈儿的1000多钱的香水 咱们又买个800多 你的意思是收入会降低 对啊 也无所谓的 这个东西 最主要是得有良好的身体状态 你挣再多钱 没有良好的身体就白撤 然后还有就是 漂亮外表 千天一律 有趣灵魂万里飘移 那我们女嘉宾 绝对是有趣的这个活 那假如说你的另一半 做了家庭主妇了 那你是觉得 那你既然都已经在家待着了 你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 所有的家务都归你了 还是回到家之后 你也愿意陪另一半 去一起做家务 这个东西 当然是没有所谓的理随人党 因为家庭两个 就是一个小房子 也是两个人在一起 当然我愿意的 因为我本来我非常愿意做家务做饭 因为我家每年年饭 包括今年都是我做的 那好加分呢 我一直觉得就是男生会做饭这件事情非常加分 要是我的另一半会做 我好开心 你全都还不做 会吗 可以 我可以什么都不做 我也可以选择去做 对 我也可以选择去做 刚才说的一句话 我感觉好像 你啥也不做了 这样 很有怨气 对 很有怨气 对我听到了 但我没有完全去找 那你就什么也不做了 对 就是特别有怨气的感觉 没特别 但是有怨气的爱 其实最起码大的方向 我俩就没有相对于过于抵触的方面 就是不行 就是接触不了的东西 因为这个事到后期 如果说两个人真有了感情 可以正常交往的话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慢慢解决 因为毕竟不是一种原则性的问题 都可以慢慢去解决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来到相亲嘛 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些问题 比如说 可能男生和女生 这个成熟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可能是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阶段 然后对待婚姻上面的问题 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对于这一点上 这个年龄差 你们都是怎么看的 这个两岁 我感觉不是啥问题 因为毕竟不是说像五六岁那种 那无论说就是年龄太大 等到就是尤其一岁一大了 怎么就是歪表上 这个读书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岳姐 她是个很成熟的人 因为 叫我女孩姐姐 因为第一她的学历是 比我高很多 高半个度 研究生毕业 第二她就是她这个 收拾研究生 还有就是她这个职业 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 然后比较知性理智的一个行业 我听到了满满的崇拜 满满的满意 这个男生如果是年纪大几岁 他有的也不成熟 跟性格个体还不一样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经过 就是我说比较有发言权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 哪怕当下 你们两个的成熟度是匹配的 为什么很多婚姻越走越散 越走越散 她走着走着 可能成熟度又不匹配了 它是有成长空间 对 或者认知 也发生改变了 这马英里说一句话 恋爱容易 婚姻不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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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是这个起始的这个点 咱们是匹配的 但是这一辈子 路很长 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就是能把自己 经理得好 无论男方女方要把对方当一个就是独立的个体 因为很多男生我觉得他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你首先无论什么时候 其实女人 女人的前提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独立的人 他那个残留吧 有的可能说是对的 也有人认为是错的 你干嘛 也有人认为错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社会的进步 就是尊重女性的独立性 然后两个人 因为什么时间都是要两个人共同成长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好婚姻这条比较长久的 坚信的路 经过主持人的调节和灵魂拷问 男女嘉宾之间的气氛 明显有所回升 沟通中也不乏忍俊不禁的时候 两个人的爱情匹配指数有所回升 达到75% 不知道两个人的最终选择到底会是什么呢 我来今天录制这个节目就是 希望展现真实的自己 也是怀着很大的诚意 就是特别真诚 然后需要表达一些自己对感情的态度也好 这样也好 整体下来因为刚开始男嘉宾我对他的印象还可以 就是看到他这个从健身器材下面来的时候 还给我送了一束花 准备了一束花 然后感觉还不错 人都是说恰到逢时嘛 该到了什么年龄阶段做什么事嘛 而我和他都是到达了这个贪婚运动的年纪了 所以说我一直我认为我是个比较新人比较成熟 我做什么事都是以结果为导向 唯独这个感情的事是不能强求的 一切随缘的 尤其是经历过一段感情之后 我更相信这个缘分的问题就是没有遇到 所以说孩子们的话一切随缘 好的今天我们的相亲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 也到了我们最后抉择的时间了 那一会我会把这两张许愿卡发给你们俩 然后你们俩会写下自己的祝福 或者对彼此的祝福 并把它挂到我们后面的这棵树上 如果你们决定在一起的话 就从树上摘一下对方的许愿卡并且读出来 如果觉得缘分还没到的话 不牵手不在一起的话 就沾一下自己的许愿卡读出来 OK吗 好的 好 拜拜 好的 现在到了我们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到了最后抉择的一个关键的时候了 那一会儿呢 请你们背对背转身 然后在我三二一倒计时之后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吗 好 好 请转身 太适择了 漂亮外表千篇一律 有些灵魂万里求疑 恋爱容易 灰因不异 小心且珍惜 三 二 一 请选择 爱是相互包容 爱是相互包容 爱是成长 爱是理解 祝你我都成为更好的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 山河辽阔 人间烟火 愿你所想皆所愿 所行皆坦途 我觉得人在接触嘛 一起相处 就交谈的整个过程下来 就个人感觉男嘉宾 其实有几句话 我觉得是我蛮不喜欢听的 我觉得我俩应该算是同龄人 但是我们两个的认知 好像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一定的不同的 所以这可能就 感觉不是特别合适 很遗憾啊 我们两位今天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根据我今天对你们的了解 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那我也祝福你们能够早日的找到真爱 那么这个是我们栏目组 给你们准备的礼品 这个是由某准备的化妆品 这个是小米 祝你们早日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